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选举委员会今天开放市长、议员、李成选举候选人登记,日前亲民党主席宋楚瑜,台北市长柯文哲站台的台北监督连线,今上午联媒登记参选,大厨民生第一。 台北监督连线口号,立判六席进军事议会台北监督连线成员包括亲民党议员黄珊珊、林国成、武党籍议员陈正中、李庆元、候选人洪世奇及徐立信陈正中表示,过去蓝绿五都忽略民生议题,超越蓝绿共同追求的标的,他们要彰显六人竞选互补求同,让六人都当选为最终目的。 他说,会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同框,但从过去柯的时政,他和林国成、黄珊珊在过去监督市政完全没有手软,只要是对的政策仍会支持,监督角色也永远不变。 谈到是否签署柯文哲推出的柯P认同卡,黄珊珊说,我们是监督者,但市长的认同卡多数是市政,现任议员没有签或不签的问题。 会监督科有没有做好,但四年对科的证件大多是支持的,所以不必签认同卡才能成为科的朋友,不然这四年都白做了。 对于台北监督连线制服不见局色,黄珊珊说,成员各自还是有自己团队的衣服,向他的团队背心仍保留。